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小的紧张 因为它并归它跟现场 我开这个现场专场 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现场是没有观众 除了几个摄像大机 我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呢 这次直播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抖音社要在抖音 然后招生龙字科 然后我有很多的师弟要进来了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 现在有抖音这么好一个平台 然后呈现给大家 然后我特别希望就是 如果能中选的话 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 这个主要说是平台是非常的好的 然后今天呢 是我个人直播首秀 我更希望的是跟大家聊一聊天啊 然后八卦一下啊 你们要想什么问的问题 可以跟我说 然后呢 我可以告诉你们 然后唱成歌啊 唱成戏啊 做做游戏啊 都可以 然后呢 我觉得我一个人 可能热闹不起来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也请了点嘉宾 我接下来要请上来这个嘉宾呢 太神秘了 边外传啊 特别神秘 就是我 无论我发什么东西 这个人都能出现 就这么讨厌的这么一个人 来 大滴滴 斗滴滴 通哥 来来来来 通哥通哥通哥 来来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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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现在 好 好 好 看 你小时候 要说人家是通哥呢 我都没有掌声 大家好 我是 进场了 我刚说我没有掌声 你们这么绝我吗 就是给你面子 要说人家是通哥呢 看通哥一上来的掌声 大家好 我是杨鹤通 杨鹤通 搭滴滴 斗滴滴 对 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为什么叫搭滴滴 斗滴滴呢 吓我一跳 为什么叫搭滴滴 斗滴滴呢 好多人 其实之前的人 就是人都知道 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人 不知道他为什么叫 搭滴滴 斗滴滴 因为长得像 长得像哪像 搭滴滴 斗滴滴 不像 因为之前呢 我们这个 我先上专场的时候 翻场的时候 我总爱唱一首歌 对 就是我的家 我跟他唱一下 来 再来一会儿 还行不行 行不行了 3 2 1 走 你真没忘 谢谢大家 我还以为你忘了 这玩意能忘吗 你的作业咱从来不忘 我还给你留过作业吗 作业太多了 仅次于东九丽了 说说吧 同哥 紧张吗 直播 比你好一点吧 为什么 因为有你 我就不那么紧张了 各位可能没看见的 腿都抖了 你看看 我不至于 看不见腿 紧张不紧张 不紧张 真不紧张 不紧张 对 因为都是熟悉的朋友 是不是 哪熟悉 你们熟悉我就行 我不用熟悉你们了 确实这个现在是通哥 既然通哥上了呢 肯定你们也猜到了 对 我下一个要请的人是谁了 没有弹幕是吧 还没有呢 那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我大哥 好啊 冯照阳 来 请冯哥 来 大哥 好 这是一个叶总会助阵的人物 自己带着掌声上来的 成了尴尬 大哥 大哥来说两句吧 大家好 我是德运社的相声演员 冯照阳 谢谢大家 哦 这就有了 哎呦 货 哎呦 货 哎呦 货 好 通哥笑死我了 人说你这两根毛笑死他了 别别做 就只是倔强和发型 好了 我今天的所有的嘉宾 已经到齐了 我们现在开始直播啊 别别别 还有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也非常的重要啊 是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还有比我重量的 就是非常的有气质 哎 那就是我的搭档 杨九郎 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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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跟 你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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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介绍 你先介绍吧 大家好 闭嘴 哎 让他说他又不说了 你说 大家好 我是德运社的相声演员 杨九郎 好 一年了 我跟九郎 第一次穿上大褂 是 为了表示这个庆祝呢 咱们鼓掌好不好 好 太难得了 太难得了 不能再唱了 因为再唱他就要露馅了 对 我就会这一首歌 直播 来吧 咱聊聊直播都有啥感受啊 是吧 我先问问你 你有什么感受 我是紧张 反正我是比较紧张 对 其实就是没有咱们演出的